世界脈动澳洲视角 欢迎你收看AMVC澳洲留学网络电台 您的第一手留学网络平台 哈喽大家好我是Evonne 今天很高兴又回到了我们留学的时间 最近我在前上个礼拜我看到了一个新闻 是台湾有一个农村子弟 他以非常优异的成绩 就是他的这个国文写作文的能力 有得到这个全省之冠 全国之冠 就是他的这个学策成绩非常的厉害很杰出 但是他的其他的科呢 都没有通过都是fail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看到 哇这个小孩子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的能力在哪里 然后大家也很为他感到骄傲 可是这样子的学生如果来到澳洲读高中的话 同样透过这个澳洲的高考 他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机会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来认识澳洲的高考 还有什么是ETA 基本上澳洲的教育制度呢 有六年的小学 就是year 1到year 6 接下来的初中呢是7 to 10 那两年的高中 就是year 11跟year 12 这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其实时间上还是差不多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那ETA是什么呢 其实ETA呢 并不是一个分数 它是一个学生之间的排名 成绩呢是由最低的 就是零分到这个99.95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这个PPT的画面 可能会比较容易 让大家有这个更多的这个想法 OK好看一下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部分呢 台湾的学册基本上还是六颗 可是呢如果是看澳洲呢 澳洲的话呢就没有到这么多 就是Best 5 OK 我们来看一下高考的系统 是这样子的 那基本上呢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有一个学生他取得ETA 80 那不是代表他得到80分 而是代表呢 他在这个整个的成绩是比同级的学生 80%的同级学生来的优异 或显著 那如果呢 除非就是有一个状况就是这个 考试的成绩呢 不足30% 就是没有到30% 那基本上ETA就不写了 他只会去就没有分 他只会告诉你说这个学生他没有到30 好那接下来大部分的 我们从一个完全不是很理解澳洲的高考体系怎么样简单的去说呢 澳洲有分各个州别 所以例如大家所看到就是新南卫斯州的这个审核机构是UAC 那显斯兰就是QTEC 然后这个南澳就是SATEP 那还有就是Milburn 很popular 就VTEC 或者是西澳的话就是TISC这个单位 那每一个单位他最后他就会 当然就是每个学生他考完了之后他会给你一个成绩 那我们举例来说显斯兰呢 他怎么来算呢 他基本上我们讲的是Best 5 那Best 5呢 就是一个我们讲一个正常的学生呢如果说五欲病重的话 那可能就是因素理化四科 然后再加上体育 体育这一个非常的关键 所以呢也有很多的家长 有时候之前有问过就是说 我想要找那个体育很好功课不用太好的学校 其实你在澳洲实在也找不到 因为其实澳洲本身中学的体系里面非常的注重体育的成绩 体育的能力 这个是跟国内不太一样 那 那么呢我们来说 如果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五科他并不是他的强项 他可能他的强项是艺术 或者是有一些是走音乐的 那这些领域或者是他会做电脑 做一些这个 event他可能是YouTuber anyway他可能在某方面很杰出 这个其实澳洲也是有提供这方面的 就是support 他的这个教育体系会去support这些人 这些学生 所以他们在高一高二就year 10 year 11的时候 就已经提供很多的技职类的课程 review一下我们昆斯兰的这个 哪些知名的中学 很多的家长也很关心的 那昆斯兰呢首先 第一名的呢 目前就是这个QA 或者是Brisbane Grandma School 或者是Brisbane State High的都是 非常有名的 中学也是很多 家长呢 就是很想很想他的孩子呢 就要去那边上课的 那这边呢我也看到 Brisbane Grandma School呢 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呢 这个学校当然在我们昆斯兰当地人的心中 是非常卓越的高中 那他在2020年开始 可以招收国际学生了 就以往都是这个本地公民才可以上的 但是现在呢 可以招收 2020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难忘记的一年 所以呢 所以呢如果有兴趣要申请Brisbane Grandma School的 资优的国际学生背景的 可以把握 现在可以去申请了 那 接下来我就来看一下 透过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也很快的 来教学一下 就是 各位看到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我们 如果小孩子现在正在澳洲上高中的 他就基本上会 在他大概 如果你是 晚报名的 就会稍微贵了 那 接下来我们就 在台湾 的话呢 就会遇到 有一些 因为他的 的处境他是 可能就是 他仍然是在台湾读书的澳洲的 小朋友 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 透过这个QTAG才可以申请 于是呢 他就 可能 会需要人家的帮助 那 这样子的人呢 他也会很需要走QTAG的模式来申请 我们看一下QTAG到底要怎么apply 因为这个之前我有 做过一个DIY的这个手册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很简单 通常你在这个官网上 你就会找到一个button 去按 How to apply 那How to apply呢 接下来 他很简单的 就是叫你去建一个account 你要先有一个自己的account 那你就开始 按着这个他的指令去申请 真的不难 不要害怕 你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帐号 自己的密码 自己要记住 通常这个时候我们的习惯都会叫学生呢 写下来免得自己忘记了 那就 就没有人可以进去你的account 好那接下来你create完了之后呢 如果你觉得你不想你的成绩被任何人知道或分享 没有任何机会的话 那你就 你就 你就不同意 你不同意的话就没有人可以touch你的application 如果你可能会希望说我之后是可能我的家长或代理 会协助我去沟通或接下来的话那 那你就 你就不能勾 勾的话没有人可以touch你的东西 好那接下来 就是你自己的名字 那这个是我的名字 所以呢 请大家 不要再抄这个名字 还要写那个申请人的这个自己名字 因为是for example 因为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 很多的客户 或是学生就会说他不知道要怎么申请 那我们先来看他不知道要怎么申请 好我们现在进去了 他已经有一个account之后 他就开始 如果你要 就是有一些permission 有一些代理人他可以协助你 就在这里填上你的 填上这个资料 好那接下来授权完了之后 如果没有就是你自己那就是你 你也可以不找代理人的 没有关系 好那接下来如果你是澳洲公民 你就会填一个 我是澳洲公民 他一定有一个选项给你 如果你不是 可是你是海外学生做什么 基本上他只给 公民才会有这个系统 做这个QTAG 反正他一定有一个选项给你去填 你就按表 这样填下来 这个 真的很简单 他每一步每一个步骤 基本上他们是希望这个系统 学生能够在 15到 大概10到15分钟可以填完的 所以其实真的 没有什么好害怕 就是这样子填 填完了之后呢 他就到后面 他又问你 比方说你 你有没有EAC EAS 如果你没有 你就不用填 你就继续下来 那我觉得填这个表的时候 我也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因为我看到这一面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你是不是 运动员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澳洲多么的注重 学生的体育素质 如果你是有 那当然是有加分的 这个我是 我是认同的 但如果你没有 那就是没有 然后接下来 就是你 如果是在海外读的 读书的澳洲人 那你就填你的学校背景 然后把它填进去 然后把你的学校的全名也要填进去 然后接下来开始选你喜欢的课程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看到 他每一个学校哪一个 每一个课程他都 你都可以选到 甚至于你可以看到他的 T次 就开课的T次有哪些 那 QTAG基本上你可以选这个 时间学校 那你在 递交出去 通常你毕业后的 一个月 到甚至可能一个半月 你一定会收到这时间 你喜欢的这些学校里面 其中的几间的 大学的offer 如果你一直都没有 错过了这个时间 那有可能就很紧张 你必须要赶快去找你的私立 找其他私立的学院看 你还要能够找到哪些学校 OK 或者是有些学生他改变主意了 其实他都可以随时在这个系统里面去更改他的志愿 这是这个的好处 好 那 我想今天呢 这个 这边有一个 这边也有一个 我找到 就是刚刚有 做一个补充好了 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嘛 大学的学策如果是台湾 台湾的话我们的做法是 博文英文数学社会智能 那就是还是所谓的硬可抹 可是如果是在澳洲的Best 5 他就真的有很多选择 可能英文啦 Health啦 PE啦 或者是人文啦 或者Social Science Language Mathematics Science Technologies The Arts 所以呢他是有很 比较多元的选择 就是为什么有些家长他在 想说我应该怎么样 让 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小孩子去到国外读高中好像比较快乐 那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比较快乐 我看他们也是有很拼的高中生 所以 可能我觉得是系统上的不一样吧 大家思考一下 那如果你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 你都可以在我们 我们这个视频的下方有一个可以咨询的booking的这个表单呢去跟我们填写 那我们的 小我们的小帮手呢就会开始去帮你安排这个咨询的时间 那再次的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视频的话也 欢迎你这个按赞分享 谢谢大家拜拜